大家好,我是Wer,欢迎收看碎片集 这一期我会用录屏的方式和大家聊一聊手机摄影后期的思路 其实早在16年年初的时候 我就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写过几篇手机摄影的教程 这次我还是会以Visco作为主要讲述的对象 如果有下一期的话 可能会介绍几款相对于Visco来说比较冷门的摄影相关的APP 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那么就从这一章开始吧 首先选择合适的滤镜 选择好滤镜之后我们进入调整面板 先调整曝光和对比度 然后点击裁剪 进行二次构图 把墙面的污渍部分裁掉 接着保证画面是处于对称状态 加一些锐化 为的是加强门框的边缘和木头的纹理 最后调整饱和度和色温 第一张照片就修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前后对比 第二张我们选择预兰树 我特别喜欢用仰视拍摄植物 这样花朵和树枝就特别容易凸显出来 大家也可以尝试这种不同的视角进行拍摄 首先选择滤镜 可以看到我个人是特别喜欢A系列滤镜的 这张我觉得A5比较适合 在保证花朵亮不细节的情况下 调整一下曝光度和对比度 这次的构图不需要剪裁 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 加一点锐化 然后我不推荐大家在有植物的画面中添加清晰度 这样会让植物尤其是花朵显得特别的脏 点开阴影 将深色的树枝调亮一点 接着把高光多拉一些 保证天空不过暴 最后还是根据画面调整一下色温色调 饱和度和肤色 这里提一下 肤色是可以用来调整画面中的暖色 也就是这里的花朵 调整后可以让花朵变得更透气 这样一番调整之后 第二张照片的基调基本就出来了 接着我们导出一下 进入lightroom调整一下天空的颜色 直接打开色调 选择蓝色 拉一下竖直 现在可以看到画面中的蓝色和橙色显得不太和谐 我们来调整一下两个颜色的比例 调整完之后 可以看到画面的右侧有一点小瑕疵 我们需要进入retouch来修一下 最后导出这张照片就修好了 可以看到如果想要达到预期的效果 是需要利用多个软件的特性来组合后期的 有时候如果对最后的成片不太满意的话 通常是要进行二次修改的 接下来我们开始第三张也就是最后一张照片的后期 步骤和前两张一样 先选择滤镜 在这里我选择的是C2 接着稍微拉高一档曝光 两档对比度 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一点锐度和清晰度 就是了 就是了